Hello 大家好 我是港票妈妈克里斯蒂 如果你是第一次在香港请费用 那你一定会很头痛的面对各种问题 比如说在哪里请费用啊 我应该选择海外费用还是本地费用 怎么样才可以找到合适我的费用呢 面试费用的时候我需要问哪些问题呀 怎么样面试才可以透过费用的回答看到本质 不用急 本期视频就从面试费用时 我需要问些什么问题和怎么样面试 才可以透过费用的回答看到本质 这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我和家人在香港生活 先后聘请过两位费用姐姐来家里帮忙 以下统称她们为姐姐 姐姐在香港是24小时住家服务的 随教随道 不管是语言优势 做家务的细致程度 对雇主的服从度 又或是一周只休息一天 都是家居住手的最佳人选 面试姐姐的问题是需要自己准备的 所以很多小伙伴都会很头大 面试费用时 我需要问些什么问题呢 今天我就毫无保留的跟大家分享 当我面试费用时会问到14个问题 以及我为什么要这样问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首先 我会自我介绍 关于家庭成员都有哪些 每天需要帮我干的事情都有哪些 还有来到家里后的居住环境是怎么样的 随后我会开始问她一些具体的问题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之前的工作吗 需要照顾几个人 每天的工作安排是怎么样的 通过问这个问题 我可以大概了解 姐姐在之前的工作中具体负责什么 每天的工作强度是怎么样的 也方便带入之后的问题 你是否接受和其他人或者宝宝睡一间房间呢 虽然我家是不需要姐姐和其他人或者宝宝同住的 她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 但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姐姐的服从态度 我们尊重姐姐 也愿意尽可能的给她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有时我们也会有自己的难处和安排 另外 我在姐姐的房间放了一张上下铺 如果之后有需求再聘请一位姐姐或者临时有朋友需要留宿时 都需要用到这张闲置的床 如果姐姐不愿意跟其他人同住 临时安排家人和朋友跟她同一间房间 哪怕只有一天 姐姐也会不开心的 如果姐姐愿意与人同住 来到我们家后发现她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她会非常开心 如果我随时安排其他人和她同住 她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你为什么要来香港工作呢 问姐姐来香港工作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从她的回答中 看出她是否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是否在中途有辞职回家的风险 你最擅长的料理都有哪些呢 因为姐姐大多都是要负责家里的一日三餐的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面试时姐姐一般只会简单的回答擅长的菜式种类 我们需要追问下去 问她某个菜具体制作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问她今天家里有一只鸡 你会拿来做什么菜呢 还可以问她家里某天要来客人 晚饭一共六位成人和一位三岁的小女孩 你会做几个菜分别是什么菜 你是否会做中餐 如果姐姐之前在香港新加坡台湾工作过 会比较擅长烹饪中餐 不会做中餐的情况下 还要问她在雇主工作比较忙的时候 没有时间教她的情况下 她能以什么方式自学 有时我们可能要全家一起去内地短途旅行 或者庆祝节日 比如说春节中秋节 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呢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孩子会习惯有朝夕相处的姐姐陪在身边 在内地的日常生活 即使只有几天 我们也希望有姐姐在 你的假期是否一定要放在星期天呢 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姐姐都是在星期天放假的 但遇到家里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小朋友星期天需要上兴趣班 但家里人又刚好在星期天 临时有事抽不开身 或者有朋友在星期天要来家里做客 就希望姐姐可以接受临时 把假期挪到星期六或者未来的某一天 你是否可以吃辣椒呢 我家的饮食习惯是比较爱吃辣的 所以也希望姐姐可以吃辣椒 毕竟长期生活在一起 相互迁就是无奈之学 你是否吃猪肉 是否愿意烹饪猪肉 你有什么不吃的食物种类吗 猪肉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肉食 但是菲律宾会有一些 因为宗教信仰不吃猪肉的群体 所以一定要事先问清楚 除了猪肉以外 也要问清楚 它是否有其他食物是不吃的 我家的第一位姐姐就因为过敏而不能吃虾 所以这个事情需要提前沟通 并且问问它在不吃某种食材的情况下 是否愿意处理和烹饪食材 你是否愿意照顾小动物呢 因为我几年之后有养宠物的打算 拼请姐姐也是想尽量 让它长时间的在我们家工作 毕竟如果各方面都很合拍 孩子习惯了它 更换姐姐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菲律宾的很多人家都是养宠物的 但确实有些姐姐会害怕小动物 所以家里有宠物或者即将要养宠物的家庭 还是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是否愿意按照我们的安排 陪宝宝玩耍 唱歌或者讲故事呢 虽然我们家不需要姐姐花太多的时间和宝宝玩 她只需要料理基本的家庭生活琐事 让我们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和孩子共度亲子吃光 但在家人都比较忙的时候 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陪在孩子的身边 按照我的要求陪玩 做家务和做饭你更喜欢什么 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让姐姐二选一 通过她的选择能够初步看出她更擅长做饭还是打扫卫生 我本人比较爱干净 看中姐姐是否可以把家里的每一处都打扫干净 不是只做表面功夫 所以我更喜欢爱做家务活的姐姐 如果你和我一样 对家里的清洁度有比较高的要求 那我有一个小建议 在姐姐来家里工作的第一天 一定要亲自带她打扫一遍房间 把你的细节要求清清楚楚的告诉她 之后发现某个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 单向提出来就可以了 你可以再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比如说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你在日常闲暇的时间会去哪里去干什么 我会比较关心姐姐的个人爱好 虽说我们是雇佣的工作关系 但尽可能的给她的喜好提供帮助 可以最大程度增加她对我们家的归属感 我聘用的第二位姐姐非常喜欢音乐 喜欢听歌 喜欢在洗碗做饭的时候唱歌 我就把家中闲置价值2000多元的B&O的耳机送给了她 关于我的家庭 你有什么需要了解或者特别要求的吗 这一点我放在最后是压轴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之前都是我在问她问题 现在我把问问题的权利交给了她 从她关心的问题当中 你可以看出更多的细节 立刻就可以分辨出这位姐姐是否要求比较多 比较难看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评论点赞收藏关注 这种直输兄弟的方式来表达 关注后不要忘记去主页看看 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支持分享哦 下期视频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管理菲勇姐姐 请在评论区打想看两个字 喜欢我的分享 想要了解更多在香港生活养娃的事情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我的频道 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 想要看的内容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每条留言我都会回复哦 最后祝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姐姐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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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